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欧美方面在昨天则分别出现了下跌 英法德平均跌幅约为0.6%至1% 美国三大指数由于巴威尔美联储主席讲话 承认对于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势有所担忧 使得美国股市下跌大约1.4% 黄金价格目前依然稳定在1500至1505美元 并没有太大变化 石油价格则维持在低位52.60美元 比特币价格目前终于爬回至8000美元以上 目前报价为8120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知道首先来说一下中美第13次贸易谈判 我们知道本周中国代表团已经恢复了美国 开始了中美之间第13次的谈判 那么在这次谈判之前 本身市场和投资者都对于双方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我们知道在9月份的时候 中美双方都是释放出了善意 各自是推迟执行了原本已经再次增加的关税 推迟到10月底或者是12月中不等 但是在最近 就是这过去的三四天里面 却接连出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使得这13轮的谈判 是再一次蒙上了阴影 首先是美国商务部 把十几家中国的著名的公司 列为贸易黑名单企业 随后也限制中国的部分人士赴美的签证 那么之后中方的话也是做出了回击 特别是对于美国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 发表的不当言论 之后持续发酵 这个事件使得到目前为止 在昨天中国的央视 包括了广电总局 已经全面停止了NBA在中国的转播 这也使得双方合作了几十年的努力 是化为了乌有 那么这也使得这个星期的谈判 对于结果市场是非常的失望 虽然说结果没有出来 但是大家不由得感叹 这谈判怎么就这么难呢 还没开始谈之前 怎么就接连出现这么多的糟心事 但是我们知道呢 这抱怨也没有用 这就是社会 这就是生活 谈判还得继续 但是日子呢 还得继续往下过 但是真正让我担心的一点呢 其实是 现在呢 中美双方 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贸易谈判的纠结 或者说争议上 已经呢 扩散到了其他领域 那么现在呢 是对美国NBA 这个停止了转播 美国呢 是控制中国的孔子学院 在美国继续开设讲学 之后如果双方继续 这个加大争议的话 很有可能将会把贸易争议 扩大到呢 文化领域 那么如果连政治 经济 贸易和文化 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全面对抗 那这种信号 对于金融市场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投资者呢 毕竟我们无力改变这个情况 我们只能根据发生的事情 及时的做出回应 所以在未来 特别是在本周 我们会继续保持关注 中美谈判的进程 为大家保持更新 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听到 双方贸易谈判 能够传来好消息 这对于现在 中国继续在放缓的经济走势来说 绝对是一个最有力的帮助 那么再说一下 回到澳洲本地市场情况 我们知道呢 澳洲央行在本月再一次进行了降息 但是呢 澳洲的商业银行 并没有全部执行降息的比率 央行是降了0.25% 但是大部分的商业银行的贷款呢 仅仅是下跌 或者说下调了 0.13%至0.18% 所以说最近几天呢 这个澳洲各大媒体也纷纷指责 商业银行呢 是过于贪婪 是多赚了贷款者每年140亿澳元的利润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标题呢 是绝对是为了夺眼球 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的是呢 对于一个银行来说 它本身自己是没有钱的 它的钱来自于哪里 除了来自于储户 也就是我们把钱定期存在银行以外 银行自己呢 也会去全球各大领域去融资 也就是说银行的钱 是有它的成本 那么现在过去的五个月里面 澳洲央行降了三次利率 一共是0.75% 但是现在澳大利亚 平均的存款利率的下调幅度 仅仅只有0.4% 到0.5% 也就是说 对于澳洲的银行来说 他们拿到这个钱的成本 没有下降 没有下降超过 他们贷出去的幅度 换句话说 如果他们贷出去 放出去贷款下跌0.75% 但收进来的钱依然成本这么高 那么他们付出去的就是利润 再加上我们知道呢 在欧美方面 现在美元的利率已经超过了澳元 因此在美国融资的成本 实际上呢 要比在澳洲融资的成本还要高 所以说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其实澳洲的商业银行 并非是不愿意降低 这0.25% 实际上呢 他们的融资成本 也很高 要全部降低了0.25% 那亏损的是谁呢 其实亏损的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只要你有养老金 有工作 那你的养老金必定会购买澳洲的银行股 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 都是澳洲银行股的股东 银行的利润下跌 最终股价下跌 也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说 像对于这个澳洲银行 偷取贷款者140亿澳元利润 这种新闻标题 在我看来 绝对就是花而不失 为了博取眼球 真正的情况 实际上是澳洲银行的 这个融资成本 越来越高 他们不得不 面对现在呢 这个 或者换句话说 他们无法全额下调 央行的这个下降息的这个幅度 为什么呢 就是一边 我来钱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 另一边 我带出去的钱越来越便宜 那么我的利润就会大幅下挫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要给大家说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于悉尼和墨尔本 我们线下活动有兴趣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在线报名我们的讲座 我们在本周日 在墨尔本东南区 Novatel 也就是Glanweather地区 将会有一场 有关商业移民和股票的投资讲座 时间地点呢 就是星期天的上午11点30分 到下午1点 地点是275号 Springwell Road Glanweather地区 欢迎您到时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